真的这个鸽子很神奇的 铁牛的幼崽是姓哥来附的 铁牛的蛋会给姓哥的蛋小很多 我们来看看哥妈妈怎么样把它们喂大 哇塞这个都已经那么大了 出口了有两天了吧 一点点大本来 这喂过两天之后还显得会大一点 本来还会更小 我们拿在手心里面看一下 我一看到这种小鸽子 看看还有还有树脑里面有鸽乳的 看看眼还没睁理多可爱 太小了 铁牛的我不能这样打 这样一下都打包废了 铁牛的眼睛是很大的 有的哥友他就是想要铁牛这个品种 因为铁牛现在养的人很少很少了 这一对姓哥附的也是铁牛的蛋 我们来看铁牛的蛋小不小看 比姓哥的蛋要小很多 我们没有对比 所以放在这里 看不出来 别踩破了 有的朋友说 悠悠你这鸽子真听话 你看 因为我喜欢给他们玩 特别是他们产弹出小鸽子的时候 我心里面更想去碰他们 因为我碰习惯了 他们都很听话的 没有那么抗拒 这就是两窝蛋了对吧 天年喊小黑小黑 其实小黑也就是小铁牛 这家伙 有的时候听话 有一条 你得饿他 你饿他他 你粘的不得了 他吃饱之后 他可不问你是哪个爹 真的 小铁牛 你看这个时候叫我碰一下 他就是慢慢的躲一下 他就是习惯了 你看 这边啊 热在这里面 没有吃的 这个里面是空的 我每天喂食就是这样给他 看来吧 鸽子起形很小 我们再来看下一对 这里还有一窝最早的时候孵出来的 都已经长这么大了 他这个体型很小的 我们拿一个 普通的小性格给他比一下 这个性格才20天左右 看 他这两个估计说没有这一个大 比一下 能区别的出来吗 性格 铁牛 看了没有 他觉得很小 有的朋友说 现在铁牛 能飞多远 能驯放多远 我说这个我还没有真的没有 我只是查资料看他们说 可以 短途的小信使 最早的时候是送信的 现在都变成观赏歌系列了 你还指望他飞多远 加飞可以的 加飞完全没有问题 你要指望熏放 玩他估计说 都容易丢了 因为他这个 送信跑路这一块啊 他已经静止很多年了 没有人去培养也没有培训他 会导致他退化的 朋友们你们喜欢铁牛吗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今天的视频是铁牛的专场